一根水管如果不注意清洁,就可能会被砸直。 沉淀物堵住导致水无法流出。 时间长了水管就会生锈。 我们的血管也是一样,要知道。 把全身所有的血管连起来,全长有15万多公里。 连着可以绕翅到四圈。 这么长的血液管道,一不小心就很容易造成堵塞。 一旦堵塞,身体可能瞬间垮掉。 据统计,因血栓性疾病导致的死亡已占全球总死亡人数的51%。 远超过肿瘤、传染性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造成的死亡。 血栓无论堵在哪里,几乎都是致命的,如果堵在颈动脉,会导致急性脑梗。 如果血栓走到肠道就会造成肠梗,肠缺血坏死。 不及时抢就会造成死亡。 10秒防栓法。 一个10秒钟的动作,就能清理血管,预防血栓。 这个动作就是抬脚。 医学上有个专门的名词。 踝蹦练习,通过踝关节的运动,起到像蹦一样的作用。 增强下肢的血液循环,预防血栓的形成。 图具,生命时报。 具体方法,双膝自然伸展。 用尽全力勾脚10秒钟后再用尽全力蹦脚。 反复进行,在不引起疼痛的前提下不限次数,越多越好。 每次勾脚,蹦脚要尽量达到最大幅度。 动作要紧可能缓慢柔和,双脚同时做效果更佳。 天然化栓物。 日常生活中,除了每天坚持10秒防血栓法。 大家还可以配合一些化血栓的食物。 可以起到加倍的效果哦。 化栓第一痘。 日本医学家发现,中国人用黑豆制成的豆骨。 含有大量能溶解血栓的尿基酶。 更使人惊奇的是, 豆豉所含的细菌能产生大量维生素B和抗生素。 因此他们认为老年人多吃豆豉能有效的预防脑血栓形成。 还有一种说法是说豆豉中含有大量能溶解血栓的尿基素, 能有效的预防脑血栓的形成。 总之,吃豆豉对改善大脑的血流量很有效果。 怎么吃? 豆豉做菜的时候配食就行了,每日以50克内为宜。 豆豉空心菜梗,豆豉蒸排骨,豆豉回锅肉。 豆豉蒸鱼,豆豉鸡丁鸡,鸭,猪肉。 牛肉都可以加入豆豉。 不过豆豉加工中会加入很多盐分,所以如菜肴中已加入豆豉。 则应减少空调用盐量,以免摄入盐分过多。 从而降低患高血压、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 化酸第一菜 番茄含有丰富的营养,又有多种功用被称为神奇的菜中之果。 番茄内的苹果酸和柠檬酸等有机酸,还有增加胃益酸度。 帮助消化,调整胃肠功能的作用。 据证实,番茄中含有果酸。 能降低胆固醇的含量,对高血致症很有益处。 它有显著止血,降压,降低胆固醇作用。 南少林火工推拿研究所提示,每天食用一到两个西红柿。 可以增强血管柔韧性,溶解并清除血栓。 制止牙龈出血,增强抗癌能力,对高血压,心脏病患者非常有益。 化酸第一坚果 核桃中含有金氨酸,有助于减少动脉硬化。 让动脉保持弹性,还含有抗氧化剂和亚麻酸。 有助于动脉健康。 美国饮食协会建议人们,每周最好吃两三四核桃。 尤其中老年人和绝经其妇女,因为核桃中所含的金氨酸、油酸、抗氧化物质等对保护心血管。 不过每天不要过量,以三到五个为宜。 在日常的饮食中,我们可以多吃些坚果。 另外多吃些新鲜的水果和蔬菜,比如说西红柿核桃等食物。 这样可以起到清血栓的效果。 而且还要适当的锻炼。 这样效果才会更好。 清血管。 清血栓的一道汤,便宜又有用。 值得收藏,相信大家已经明白了清除血液里面血栓的的这种做法了。 每天一碗护血管西兰花核桃跟血管清理剂器。 西兰花含有较多类黄酮。 类黄酮是一种良好的血管清理剂。 能有效清除血管上沉积的胆固醇。 还能防止血小板聚集,减少心脏病的发生。 核桃含丰富的磷,可营养脑神经。 还含有大量亚油酸,和西兰花同时可增强软化血管的作用。 紫菜芦笋汤通落降血压。 甘紫菜中富含牛黄酸,可保护心肌。 增强心脏功能,预防高血压,冠状动脉周样硬化的发生。 芦笋中含有人体多种氨基酸。 矿物质及皂肝,多糖和黄酮类等成分。 这些化学成分对高血质症患者具有不同程度的降脂和软化血管作用。 双耳汤血管受伸剂。 银耳中的银耳多糖可清除自由基。 诱导人体产生抗体及干扰素,可治疗血管硬化。 黑木耳中富含黑木耳多糖,有效地防止血栓的形成。 同时能阻止血液中的胆固醇在血管上的沉积和凝结,可以给血管受伸。 血栓是隐蔽杀手,99%的血栓没有任何征兆。 专家推荐10秒防栓法,简单实用,躺着就能做。